早上六点钟 欢迎加入这节衣电视整点新闻 我是戴湘怡 大家早安 新闻一开始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在昨天晚间将近七点钟左右 在基隆台六十二甲线出口处 发生了这起货柜拖板车追撞车祸 当时后方的驾驶一似是刹车失灵了 就直接朝着前方撞上去 导致整个车头是严重的扭曲变形 人还因此卡在里头 不过随后他索性之后 把这个男子救出来之后 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不过现在初步研判 是排除了救驾可能 欢迎回来视频现场 来看到在今天凌晨两点五十六分的时候 新北市消防局货报 在三峡一家部支部的工厂 发生了火警 消防局陆续出动了五十四部的消防车 以及285名的消防队员 现场一度是传出有七个人受控火场 连线记者郑一平 记焦点来关心到的是 伊朗的将军苏雷曼尼 被美国的无人机给炸死了 导致当地的群众情绪都相当的激动 大喊着要复仇 更撂下狠话 说就算杀了美国总统川普 都不足以补偿 双方的紧张情势火速升温当中 但不止是让中东不平静 这个德英法三国也发出了联合声明 要呼吁伊朗停止抵触核子协议 这人日本首相和菲律宾总统 也纷纷来表示 要派军舰前往中东 稳定自家船只的安全 也要接国人回家 新任香港中联办主任洛惠宁 在昨天是召开了记者会 来跟媒体相见欢 不过这个首次亮相发言 却引发了争议 洛惠宁呢 他先是感叹了香港局势 让人觉得很揪心 不过话风一转 谈到了一国两制 他还是说是香港最大的优势 欢迎回来到现场 现在选战是进入最后的倒数四天了 争取连任的总统蔡英文 跟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昨天从屏东出发车队扫街 晚上更狂扫云林麦寥 斗六根嘉义 连续举办了三场的造势 要全力拉抬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以路战催出胜选气势 而在新庄王小姐事件后呢 传出韩国瑜夫妇失和 在昨天晚间呢 夫人李嘉芬是代夫出征 连赶了彰化嘉义三场 连造势晚会 至此时呢 又照着夫妻感情来解释 先是说呢 天下最黑的是韩国瑜夫妻最黑 更说呢 在选举过程中 媒体跟民进党 在探讨夫妻感情好不好 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很好笑 还拉出呢 还拉着这个一同出国的 这个高雄市的农业局长 许芳明来作证 六以为浓厚 记者林一峰 郭旭辉 张俊荣 SNG小组 上话嘉义 综合报道 选举文宣惹出这样的争议 国民党脸书是发布了一个宣传文宣 内容呢 是按照政府总统 政党 以及立委的号次来做政治口号 数字组合正巧 是921 现在就被网友炮轰 难道国民党选举选到 在消费大地震吗 同历春节前呢 有很多的业者店家就会推出福袋来刺激买气 今年各大超商也不例外 像是7-11的福袋是限量25万个 1月初贩售当天就几乎是秒杀了 而来看到是全联也祭出了投奖388万的名车 而全家呢也推出了80万份的前属福袋 业者表示呢 不到一个星期热销将近五成 但是呢还是有部分网友觉得内容物CP值不高 约公路客运基本运价上调 政府一年砸了三亿多才让票价动涨 不过现在国道客运也撑不住了 跟着要喊涨 基本运价估计要调涨17.7 百分之17.117 让民众呢担忧呢会连带影响票价 不过呢这个客运业者也说呢 他们有苦衷 认为呢已经是多年没有涨价了 再加上呢一例一休上路 加班费的成本根本是大涨一波 但是呢交通部给了承诺 就算核定涨价也会补贴 不会直接反映在票价上头 要民众放心啊 来回 欢迎回来来看到世新大学管理学院 在昨天早上11点多 电梯进行例行保养的时候 竟然发生了工人不幸丧命的意外 当时呢这个64岁的国性维修员 因为不明原因而被卡在一楼跟二楼之间的电梯跟墙壁中间 学生经过呢还看到血实在是吓坏了 有同学说呢电梯发生受困事件 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明道的哥哥疑似欠下了赌债 而勒比妻儿在亲身这样的意外 我们也独家访问到了经过警方通知赶往爸妈住家的明道 他表示呢不希望让年迈的双亲知道这个噩耗 而原本呢明道说会出席昨天早上 哥哥遗体香艳的程序 却疑似呢因为心情上还是没有办法调试 最后选择缺席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 国际焦点来看到澳洲大火已经延烧了超过三个月 从5号开始呢当地的火场前线开始下起了毛毛雨 很多人认为呢难道是九汉逢甘霖是个好迹象吗 不过在受灾最严重的维多利亚省 却只有5到15毫米的没有帮助的毛毛雨 不过这个还阻碍了重型救灾机具的调度 使得打火任务更加的挚爱难行了 现在很多的国际大咖艺人都发文来为澳洲灾情劝募 连这个影后尼可基曼夫妻也抛砖引玉的捐了50万美元 天气资讯了今天呢跟昨天一样都是高温暖和的好天气 不过呢要好好把握今天因为明天开始就要转凉了 我们透过呢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看到呢 因为明天呢将会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 这一波的冷气团呢也不排除 这一波的冷空气呢不排除会达到冷气团的一个等级的强度 到时候呢北部就会明显的变冷 而沿海空旷地区呢甚至有可能会下探到11度哦 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的温度 其实今天呢一大早 及时气温来看到呢 其实有关于这个今天是 这个属于是多云稻晴的一个稳定天气 但是一早清晨 我们看到还是有14 15度的一个低温 甚至呢在高雄的内门啊 最低温还来到了13.5度的部分 但是呢除了这个早上的 清晨的一个低温状况之外呢 白天各地的高温就会来到25到29度了 而且呢这个各地降雨的情况其实也不多的 只有在花东地区呢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短暂震雨 不过紧接着今天呢比较好之外呢 明天开始天气就会有所变化了 我们透过一周天气图呢 大家来看到呢 明后天也就是礼拜三跟礼拜四的一个状况呢 就是天气的一个转变期 低温我们看到有可能会来到13度15度左右 尤其是在礼拜四的部分 北部地区迎风陨不但会准凉 而且可能还会有降雨的情况 不过呢到了礼拜五的部分呢 这个冷空气就会逐渐的减弱 礼拜六也就是呢 我们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当天呢 当天北部地区呢 东北部地区呢 其实是属于比较高温是来到22度左右 而中南部呢则会来到24到26度 而各地的降雨几率呢也不多 所以呢在礼拜六投票日当天 是属于一个多云道勤的舒适的好天气 我们总结一下哦 这个好天气呢到今天为止 不过呢明天冷空气报道 所以呢这个中部以北可能会来到13度的低温 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变化一下高温一下低温 比较多所以呢大家这个保暖工作也要多多留意了 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呢大选剩下四星球奖登场 在台湾破议票房的南韩大片寄生上流成功拿下最佳外语片 十多位左右的年轻男女夜间在和欢山武林的停车场来点燃仙女棒放烟火 还拍影片PO网无视国家公园内严禁释放烟火的规定 天全国最大票仓新北市成了蓝绿厮杀的战场 民进党是派出了党内的天王赖清德到了新北来服选 而蓝营呢也不该是若由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跟新北市长侯友宜一起来造势